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雪 最近啊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 女生一般都喜欢什么样的车 细数了一下姐妹们呢 一般都喜欢像 mini啊smart啊甲壳虫这种车 但是我脑中呢一闪而过的却是这台 宝马X4 大家会问啊一个做摄影器材的厂商 为什么要跑来和车评人抢饭碗 其实呢小雪纯粹是从体验的角度出发 用最客观的感受来聊车 那么也要麻烦我们的摄影师 全程用我们的35.4镜头 为这期节目进行录制啊好不好啊 仙女买车第一眼呢 肯定就是看颜值浮不浮 宝马X4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呢 就是摄影外观 整体上看上去像小号版的X6 特别讨好像我一样身材娇小女生的欢心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镜头来表现这台车的话 我会选择永诺35.4镜头 能够很好地抓住这台车的每一个特点 摄影师我们来拍一拍X4的前脸 还是大家熟悉的双胜隔山设计 以及宛如天使眼的LED大灯 以及下方分段式包围的套件 显得特别运动化 而侧面呢和他的老大哥X6相似 比如说这个溜背式的造型就非常运动 整体上看上去宛如一条跃动的金鱼 而且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看到了鲨鱼塞的造型 还有最好看的一点呢 就是下方的轮骨 采用银色哑光的设计 而屁股这一部分呢 是我觉得最性感的一个部分 设计线条柔美 当中还有收紧的感觉 现在呢来到室内 我们也带上了永诺六朝米微距镜头 想要把车的画面拍得细腻 微距镜头必可少 环顾了一下X4的室内 迎面而来还是宝马熟悉的味道 12.3英寸全液晶显示意表 10.25尺寸的液晶显示屏 含定速巡航的多功能方向盘 以及双驱自动空调 在科技与豪华感上都不差 最最最让我感到舒适的呢 就是支持多项电动桥鞋的座椅 前后移动都非常适合 仙女姐姐的一键操作 比较特别的是 拉动下方的扳手后 腿托部分能够向前延伸 这样的话 仙女姐姐的大长腿 就可以轻松地放下 而我发现这台车 也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 对于新手也特别适合盲操 看完这些细节呢 我们到后排体验一下空间 头部的空余位置还不错 大概还有一拳多的距离 腿部四拳的距离呢 也是让我蛮惊喜的 感觉坐在后排 也非常舒服的姿态 拍完了车的外观和内饰呢 我们再来说说车的动力 摄影师已经换上了 永诺35毫米定焦镜头 续续待发的拍摄 X4的运动场景 走 该车主要采用的是 2.0T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135千瓦 最大扭矩是290牛米 能爆发出184匹马力 配的是8AC的变速箱 还有XDrive的细区系统 站在一个不专业的 车评人的角度来说呢 这款车的动力给我的感觉 就是出门足够用 超车没烦恼 姐妹炸街绝对帅到爆 好了 那么这期的拍摄呢 就告一段落 对宝马X4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与小雪互动 对咱们351.4 501.8 和60毫米微距镜头 感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到商城下单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